看截圖一下 Keypoint 那再來就是設定什麼 Python的路徑 意思就是告訴Eclipse 你的Python在哪裡 這樣才可以連在一起 因為如果沒有告訴它的話 你寫完程式 它沒辦法Compire 它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我們還是要去找到Python IDE的功能 只是說你可以方便你撰寫程式 跟檔案就是專案管理 但是後面執行部分還是拍上 這個概念應該有了 所以我要怎麼設定呢 這邊有1 2 就這個 3就OK了 所以再來的話 我給各位演示一下 1到這邊 2的話呢 我們進入到這邊有一個PyDif 這個有PyDif 主要是因為我們有裝剛剛那個外掛 才會有這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順序亂掉的話 比如說你剛剛外掛還沒加 就來這邊設定 你是看不到這個東西的 然後再找到什麼呢 它裡面有一個叫 Interpreter這個 裡面的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一層、兩層、三層 然後告訴它說 New一個 跟它講說 我的那個Python的執行檔呢 是放在我的低疊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找到低疊底下 會有一個Python的 3632 有沒有 3632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Python的執行檔 OK 這個就是找到低疊 特別之外 我這邊是低疊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主要是這個東西 把它連在 告訴它 就是用它去幫我做砍Python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開啟一下 這個喔 陸介 所以喔 特別要找到你自己 3632 裝在哪裡 那之前同學比較的問題是 它 裝到C疊的那一串裡面去 所以它Browse 找找找找找找 找不到 所以為什麼我叫你直接 裝在低疊 主要是比較好找 另外一個 就是還原的時候 也還會在 所以下一次來喔 應該都不用設定了 直接就可以Walk了 即便是還原也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的習慣就是放在低疊 OK 按OK之後的話 那它會找到你這些東西 包含那個Python裡面的DLL 跟它的什麼呢 Library 一些什麼Package等等的 這些東西 它都連個到 OK 是 DLL 這邊是什麼 Library什麼 你只能看到這個問題 其實這DLL 顧名思義嘛 應該我的理解 第一就是DEMONIC 對 然後LINK Library 加S 複數啊 對啊 Library 那有些可能是外部的 跟內部 反正它怎麼分 說真的會沒有仔細去看 不過你們有興趣可以再去深究 裡面有什麼Package 反正有些東西 全部都幫你打包進來就對了 有點像設定一個路徑 那個東西在那些 那些地方 自己去找一下 OK 按OK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才可以連得到 如果你沒有連這東西 你們在執行程式的時候就會出錯了 還可以建專案 還可以管理還可以寫程式 但是無法執行 主要是這邊 OK 按Accept Apply 然後Close 然後把它Close 這樣子 恭喜你 你的 餐點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你 所以 人家 如果用VBA 就搞定了 OK 所以光第一步 氣泡點 其實基本上那個 好像就 不太平衡 不太 那個平衡 允許 再允許一下 所以基本上 差別在這裡 那開發環境講完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開始來寫程式了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 new一個 專案 但是不是Java other 有沒有 python python 這個 nest 然後呢 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叫test 反正沒關係 叫什麼都沒關係 test之後的話呢 那版本呢 我們是3632 3635 所以3.6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幫我 create一個 package 好了 所以這邊特別是 幫我 create一個 sauce的一個 package 他會幫你建一個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就是放 將來你產生的 python的那個 module 程式的位置 OK 所以大概會改 名稱給他 這個給他3.6 然後這邊選 有一個sauce 按個finish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開啟了一個專案 OK 好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多玩幾次 應該就會更熟悉了 然後再來什麼呢 什麼呢 他相關的那個 相關聯的檔案 要不要 那我們remember好了 就open好了 直接把它open 好 再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專案 裡面就有個sauce src sauce sauce 就是你放程式碼的地方 那你就按sauce的 特別重要 他原來是這樣喔 展開來 請你按一個new 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特別重要 以後呢 如果你要建一個新的 程式的話 就跟那個vba差不多 vba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專 module 模組 在這邊也是模組 ok 一樣喔 new一個module 然後我們把它按右鍵 在這個上方 sauce裡面 new一個module 那module的名稱的話 記得我們就是給他 他預設 我們name的部分的話 new一個module package name 理論上應該會自己 抓到這個才對 如果沒有 直接給name就可以了 package這個不用選 然後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給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底下還有一個 假設我給他一個名稱 我們 來做 等一下再 這個練習好了 這練習的話 也許喔 我名稱也許 叫sum好了 假設我要加總 那我要怎麼練習剛剛那個加總 把它finish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幫我什麼 ok好了 他會建立一個 這個 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裡面的話 有個sauce 底下會有個 那個module 這邊把它先delete掉 因為這是註解 delete掉 開始寫程式就在這裡了 執行就在上面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 也許你可以 試一下用什麼呢 用這邊這個程式好了 不過會有一些bug 不過你先try一下好了 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部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 這邊先 這邊進來 pydiv 這個可以看畫面一下 再來呢 新增一個新的專案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我已經建立過 這邊會跑出來了 有沒有 如果沒有就other 裡面的這個 nest 那我是 這邊是test 改3.6 這邊記得 幫我create一個sauce 那我可以放我的那個module 直接就放 如果你沒有選 可能你這個 這個sauce要自己新增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我們已經把那個 python 跟eclips 串在一起了 好 好不容易 終於 這個我想以後就不用再做環境了 環境 就搞定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後面呢 就要分別 來 撰寫我們的第一個程式 那剛剛不是有什麼 A等於5 B等於3 然後把sau 等於A加B 再幫我print出來 這個地方我想簡單 如果像剛剛是 print出來沒有了 就沒有了 我沒有幫你管理 因為你的程式 跑完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你用eclips 他可以幫你管理 反正以後你可以一直寫 所以以後的話呢 你只要 要寫新的程式 你就按右鍵 new一個 python的module 就可以下一個 下一個 一直往下寫就對了 對 完成了 好 午後 小心 好 好 costs 好的 按一按 鈔 好 好